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呢 这个肉不甜 而且呢 肉呢 也比较粗糙 我想呢 我们买的这个枣子呢 肯定是有问题了 阎阿姨和家人吃了几颗就放在那里了 结果第二天 阎阿姨发现 庄枣的碗边飞来很多小虫子 仔细一看 昨天买的枣 有的已经开始腐烂了 来 花花 我们吃枣子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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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个枣子 花花 哎哟 这个不能吃哦 坏掉了 哎呀 怎么都坏掉了呢 隔了一夜第二天吧 发觉这个枣子旁边又飞了很多小虫子 而且呢 有这个烂的现象 以前呢 我买的这样个枣子 就说呢 洗完以后放两三天都没有什么变化 这次买这个枣子呢 就烂得很快 肯定有问题 以前买的冬枣从来没有这么快腐烂的 这让阎阿姨百思不得其解 在尝尝这枣 阎阿姨突然想起朋友跟她提过 市面上有商贩用糖精水泡过的枣充当成冬枣来贩卖 此时的阎阿姨大吃一惊 她开始怀疑自己也买到了别人所说的糖精枣 就是说用糖精来泡过这个枣 泡了这个枣以后呢 这个枣呢就显得很甜 就可以卖个好价钱 就更像冬枣了 就会让一些初心的这个消费者呢 就误以为是好吃的冬枣把它买回去了 传说中的糖精枣真的存在吗 我们的记者暗访了北京市某果蔬市场 没有泡水是什么意思 这些 没有加工就是 知道吗 加工什么意思 加工用糖精水给你泡的 你没法吃 这什么泡的 糖精水 这大姐说那加工呢 用糖水泡了 过两天就坏了是吗 说一天就坏 一天就坏 一天就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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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坏了 那吃了一个对身体不好 那叫毒枣 叫什么 毒枣 吃完了就身体好 不是糖精吗 这糖都糖出来了 糖精不也能吃吗 糖精能吃吗 那我怎么要区别呀 先尝尝的时候填一填外边 男人说找外边填的吗 没有吧 对 他只能让里边填的 没有让外边填的 如商贩所说 糖精枣确实存在 我们都知道 正常的冬枣即使保存时间长一些 也只会在表皮上出现一些褶皱不会烂掉 为什么杨阿姨买的枣会这么快的腐烂呢 这个储存很多东西 就这些东西出来了以后嘛 通常都是要比较干爽的情景下 才能够放比较长的天树 如果说刚才咱们用热水 用热水来泡过的这个枣 它这个枣呢 除了刚才说的那几个特征 还甚至有可能这水会进去嘛 进去了之后 这个皮儿 这个枣的这个皮儿和这个枣的里面啊 还会有一个缝隙 然后这个水进去了 这个微生物也进去了 它的这个腐烂的这个历层就加快了 看来杨阿姨购买的冬枣 的确很可能是泡过糖尖的枣 其实消费者想要避免买到糖尖枣 并不是件难事 只要细心的观察 多多注意 便可分辨出哪些是泡过糖尖的枣了 首先第一点 我们看那个这个这个冬枣啊 冬枣是皮儿特别的薄 而且吃起来是很脆 是化渣的 热的糖尖水泡出来了 这个模拟冬枣啊 可以怎么样一眼看出来 正常的这个冬枣呢 它的这个颜色呢 是红和青红和绿之间 它是有过渡色的 不会有明显的一个界限 但是呢 在这个热的这个糖尖水里面泡的这个枣呢 因为这个枣它是会浮起来的 它就会有一根线泡到的地方呢 它就是红的 没泡到的地方是轻的 而且那个界限非常清晰 像刀切的一样 第二点 你拿舌头去舔 正常的这个冬枣 是不可能舔出这个糖味来的 第三点 咱们都不说这些 就把这个冬枣给吃下去 你把吃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肯定不是一个冬枣啊 它不会那么的化渣 它也没有那么的香甜视野 骗得了我们的眼睛 也骗不过我们的舌头 枣的种类很多 但冬枣却为大家尤为青睐 这完全得益于它的口感和风味 但如果买到假冬枣 则会在口感上大打折扣 那么好的冬枣是什么样的呢 还有冬枣它有些特征 冬枣的这个表皮是非常的光滑的 冬枣的上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齐齐的 它椭圆的 很齐的 比如说像玛芽枣啊这些 它就是比如上面很小尖啊 下面不要出啊 它的这个还表皮啊 没有那么光滑呀等等 还有这个皮啊 有那些其他的那种枣呢 它的皮要厚一些啊 冬枣要薄一些啊 还有里面的化渣的程度呢 这个冬枣呢 比它们明显的都会强很多 我们日常吃水果 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感 更重要的是汲取水果中的营养成分 众所周知水果中的维生素含量极其丰富 冬枣也不例外 它的维生素含量也相当可观 冬枣的这个维生素水的含量是很高的 通常我们说它高不高就去和苹果去对比 但是呢 比如说苹果桃也会很高 第三代的这种水果 它都会含量比较高 像南美啊 这些它也都含量很高 但是冬枣也是含量很高的一个水果 同时它还生着吃 对吧 所以它就能够让你吃下去更多的 就是这个功能活性保持很好的 这个维生素C 饮食讲求食用有度 再好的冬季也不能大量的吃 水果也一样 那么冬枣一次的最佳食用量又是多少呢 枣不是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你吃了是会饱的 就像是香蕉一样的 香蕉是树上的粮食 这个冬枣就像是树上的零食 你所以是会吃饱的 零食吃多了也会饱 你就感觉适当而止 不要说吃来都不想吃饭了 吃来都会影响其他的正常进食了 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现如今 饮食的多样化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 人们开始将饭桌上的食材重组 根据自己的喜好搭配食材 而像冬枣这样的水果 是否也能端上餐桌 与其他食材组成美味佳肴呢 现在有第九大菜系叫做食堂菜系 就是有冬枣炒鸡蛋 西红柿炒冬枣 都有这样的菜 如果说你喜欢这样的标新秘义 也是可以的呀 冬枣也可以白果盘放上桌子 但是我建议就是说 咱们不是看重它那么高的维生素C的含量吗 那么通过加热的话 就会让维生素C大打折扣 所以哪怕咱们把它搬上餐桌 也是生吃为好 因此对于枣类 还是将它视为水果来吃 才是最佳的食用方式 而且不同种类的枣 其营养价值也是差不多的 我们挑选枣的时候 只需要能够满足个人的口感就好 细心的挑选 无论什么品种的枣都让人们受益 我们付钱去买的那个枣 花的那个钱 最主要的是花在他们的风味口感的区别上 还是体验的价值的感受的不一样 而不是为他们的营养价值之间的区别在买单 基本上其他的风味口感差一点的那个枣 如果说你要吃 我就是要想吃枣里面含的维生素C非常的丰富 枣的抗氧化活性很高 那么实际上你那差一点的那个枣呢 也并不比东枣呢 逊色多少 但是呢 这个口感确实是差别很大 商场内多件物品莫名被盗 商场商铺安防森严 小偷究竟如何作案 犯罪嫌疑人能不能落网 客气之光即将播出莫名丢失的物品 2015年1月2日 小张像往常一样迎接买衣服的客人 而就在这时 小张突然听到门口的防盗门禁响了 出门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赶过去 外面人也特别多 根本看不见是哪个身影 不可能随便还转意人 店铺内的防盗门禁响起 一般是因为没有结账而带走物品 或者是防盗门禁坏掉了 此时正是元旦放假 商场内的人很多 小张也不能确定是丢了东西 还是门禁坏了 为了保险起见 小张开始清点店铺内的货物 他仔细查看着每件物品摆放的位置 而走到放包的位置时 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包 然后因为是我调的那个东西 然后在那块 然后我去身材查了一下那个包 然后没有销售的记录 对于包为何没有了 小张不能确定 是有人买走了还是丢了 此时他只能和自己的同事 查看库房和查询电脑买卖记录 希望通过这些方法 了解到这个包在哪里 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包 查记录有两个 这款包包我们家有两个 但是我寻查和库房都找了 就发现一个 在经过反复的查找后 他们仍旧没有查到丢失包的任何信息 很确定那个包肯定是丢了 在确定这款黑白色的包的确是被偷后 他很快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了解到商场内丢失物品的情况后 西红门派出所的民警迅速到商铺内进行调查 当时咱们借到一个110警情 说咱们这个商场啊 有商户丢了这个衣物 因为也没有那个相桃 然后就孙我 然后孙我 还有我们的电源 民警目前虽然了解到了事情的经过 但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无法直接锁定犯罪嫌疑人 为了找到更多的线索 民警决定到邻近的商铺进行调查 而在接下来的调查中 民警发现了更多的问题 到这个商户丢了的情况 发现被造的物品还不止一件 然后这个价格还比较贵重 一家店里面丢失这么多物品 而且咱们这个营业员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 就说明咱们这个当时偷东西的人 要么就是手法比较娴熟 要么就是他有一个 有组织性 在整个案件的调查中 民警分析 这些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流动作案 而且动作迅速 不亦被店内的服务人员发现 在接下来的走访中 一家商铺的摄像头 记录下来的画面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调查上面的监控物相 就是对这个案发期间 对里面的人员进行分析 分析发现里面有三个妇女 这三个妇女的刑际比较可疑 并且在这个店里面没有购物 但是出去的时候 是拿着物品出去的 初步咱们判断就是这个三名妇女 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这是店内一个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一名画着绿色包的中年妇女进入店内 走到门口物品前 她开始左部右盼 观察了一下周围情况 这名妇女在观察时机成熟后 她拿起几个物品 很快塞进了包中 从目前来看 拿了两盒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也是面膜 把两盒面膜 让她放在兜子里 袋子里 然后她看她又拿了两盒 在拿了一些面膜后 她走进旁边的货架 她开始左部右盼 观察了一下周围情况 又拿起了几个物品 一转身 物品不见了 而后走到店里面 在看了几件常人的上衣后 她拿起了一些黑色的上衣 而这时 店内的服务人员 收益员都在接待顾客 根本没有发现 再次缓顾撕手后 拿起衣服 绕着店内走一圈 然后走了出去 然后这儿拿了两个 然后这儿拿了一条裤子 然后绕了一圈 在这家店内 另一个摄像头 同时拍下了小偷 偷弃的过程 从画面中 可以看到一名周老年妇女 进入店内 再翻开了两套铜装后 走到里面 拿起一套铜装 再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后 把衣服放到 胳膊上 堂而皇之地走了 不注意的情况下 直接就走了 这也没结账 他们走的时间 也大概其相同 都是在这里 店里逛了一分钟左右 走的 所以初步端定的三个人 是一会儿端 嫌疑人进来之后 他奔着他自己 那个喜欢的商品 肯定是 然后去了之后 看了看 然后呢 只是大概其看了看 也没有特别明显的看商品 然后呢 他就左顾右盼 看四周有没有人 这一点呢 就和咱们平常人不一样 咱们主要是看商品 性质和价格这一块 他呢 主要是看周围的人 然后呢 趁别人不注意 把那东西啊 塞在自己的包里头 然后 就是走出去 在经过排查和分析后 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的 体貌特征 根据经验 民警判断三名嫌疑人 很可能还会继续寻找 作案目标 于是警方安排好 侦破工作 通过调取相关的录像 就是锁定了嫌疑人 锁定嫌疑人以后呢 我们就立即就是 冰封养路 一路民警呢 调取监控录像 对这个嫌疑人的轨迹性追踪 看了从什么位置到什么位置 调取内部人员呢 就是什么呢 就对这个商场里的人员呢 进行查找 一路民警进入商铺内 进行监控画面取证 另一路民警 扮成逛商场的人 在商场内寻找犯罪目标 果然 民警在案发地周围 发现了三名女子 而且她们刚刚报解得手 有一组便衣的 在我们商场里转 然后发现了这三个嫌疑人 三个嫌疑人当时呢 有两个 发现了两个 其中一个呢 已经逃走了 抓的时候啊 她当时不再转 不再转 但是她这个包里面 有大量的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的事先 对这嫌疑人的情报 她是已经锁定了 锁定了完了以后 从那包里面发现 这些大量的物品的时候 她说明不了来源 也没有购物的凭证 在抓到嫌疑人后 警方从该住所 查到衣服包等物品 而这其中 就有小张所说的 那个黑白色的包 从她身上搜出来的东西 然后比对 然后再跟那个店里面联系 这些店里面才发现 自己东西原来被盗了 商铺的对到物品找回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更让商家吃惊的是 警方从接警到抓到嫌疑人 一共用了一个多小时 而当警方根据所丢失物品 找到商家时 很多商家并不知道 自己家的物品丢了 那会儿我们正在店里面 然后收拾货 不然然后商场的安保人员过来 说通知我们去派出所一趟 认一下我们所被盗的商品 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派出所 才发现丢的这些商品 之前是不知道的 每家店铺都有一定的防盗监控 和防盗系统 有的商铺竟然一下丢了七件物品 而这时店内的服务人员并没有发现 这让警方感到很吃惊 他们很快分析了作案人的手法 这个三门妇女是一家子 这个岁数大的是母亲 完了以后 一个是她的女儿 一个是她的儿媳妇 这三个是一家子 这三个人就是 出来偷东西的时候 三名是配合的比较好 因为一家子配合的也比较默契 就是其中一个人去挑衣服 那个人去挑其他地方的衣服 就是说有两名去吸引 咱们营业园的注意力 然后第三个人 在这个趁机 趁这个咱们营业园不注意的时候 盗取店内的物品 小偷虽然组织严密 手法熟练 但最终没有逃过民警的抓捕 偷到的衣物虽然最终被找回 但这也给我们一个解释 平时咱们这个营业人员 一定得分布明确 店里面应该分布明确 就是有导购的 应该还有注意防损 在人流零零了大的时候 也不要把经理全集中在 就是说这个买卖东西 一定也对自身的防范也得加强 另外就加强咱们这个计防设备 监控啊 报警门口的报警器啊 这些都得有 这样就是这些如果说人房计防都 就做全了以后 对这个防总防盗啊 起很大的作用 那除了店铺 对于喜欢逛街 尤其是节假日人多的时候 我们自己如何做好防盗工作呢 游客这会儿就是说 随身物品一定得注意 尽量的外衣口袋里 不要放这个钱包啊 手机啊 容易被盗的物品 贵重物品尽量是 放在在另一口袋里面 随身贴发 或者是平时啊 多自己多留意 另外在是试衣服啊 或者是付款的时候啊 一定要随 将这个贵重物品 或者随身鞋的物品 放在自己事前范围之内 每到冬季 吃火锅 无疑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聚餐方式 热气腾腾的火锅里 翻滚着各式各样的菜肴 连带着吃饭的气氛 都有一种浓浓的暖意 不过您或许不知道 吃火锅也是有方法的 如果吃的方法不对 那美味的火锅 或许就会给您的身体健康 带去威胁 那吃火锅究竟有哪些讲究呢 在很多人看来 吃火锅等同于涮肉 所以在点菜时会点大量的肉类 而对于蔬菜主食之类的 却只是随便点上一些 其实这样点菜会导致营养不均衡 那么点菜时 肉和蔬菜的比例多少比较合理呢 那我们提倡的就是 一份肉类要配三份蔬菜 这个是比较理想的 假如你说 我们好不容易出来吃一顿 好嘛 尽是蔬菜 没几口肉 有点过不去是吧 至少咱们说一份肉 配两份的蔬菜 这样基本上还可以比较平衡 按照膳食平衡的原则 吃一份肉类 至少需要两份蔬菜与之搭配 而且最好边吃肉边吃菜 几乎所有品种的蔬菜都可以与火锅和谐相处 但其中对身体最为有益的当属绿叶蔬菜 绿叶蔬菜可以供应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 也能够部分消除大量吃肉带来的种种不利影响 肉类里边主要是以蛋白质和脂肪为主 对吧 它几乎是没有碳质化物的 但是菜里边呢 就正相反 它的甲钙免元素非常高 它含有维生素C啊 胡萝卜素啊 膳食纤维啊 抗氧化物质啊等等 所以食物呢 它是一个合理的平衡 你不能只顾这一头 不顾那一头 对吧 所以说这两样东西如果平好了 至少咱们中庸一点 咱们就不说一笔三了 至少咱们说一份肉 配两份的蔬菜 这样基本上还可以比较平衡 吃火锅时 人们其实很容易吃多 很多女食客都会轻易地吃下三四百克肉类 这其中所含的热量在一千千卡以上 相当于三碗米饭的量 而我们一般涮肉点的都是肥牛肥羊 它们的脂肪含量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经常这么吃 长胖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通过少吃主食甚至是不吃主食 来增加肉力的食用量是否可行呢 很多人呢就是在吃火锅的时候 根本就不吃主食 他觉得我们现在就是 拿肉就可以当饭吃了 或者拿鱼片什么海鲜就可以当饭吃了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咱们中国自古以来讲五骨没养 那么五骨它所提供的营养 是这些鱼啊肉啊蛋啊是不能够去替代的 主食的主要成分是淀粉 肉粒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脂肪 它们对于我们身体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也是不可替代的 可是从消化上来说 淀粉更容易消化 而过多的肉类会给我们消化吸收 带来很大的压力 淀粉呢它在我们的身体里是一个清洁能源 也就是说拿淀粉变成这个二氧化碳和水 放出来很多的能量 这个能量呢不会产生什么垃圾肺物 所以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呢实际上是比较轻松的 但是如果我们拿肉来当饭吃呢 因为那里面没有淀粉 那么它是必须要用蛋白质和脂肪来作为能源的 但很遗憾的是这两种东西呢 它在做能源的时候都会带来一些代谢肺物 这样也是给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带来好大的麻烦 其实就吃火锅而言 主食不仅不能免 最好还要先吃 可是吃火锅先吃主食 虽然从科学上来讲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实际操作上却不太可行 那该如何处理呢 上来就吃完米饭好像显得挺无聊的是吧 而且请客时候也是很说不过去 所以呢我们就建议说咱们曲线救国 咱们用一些其他的食材 比如说山药片啊 土豆片啊 什么红薯片啊 这些东西 它里面不是含有一些淀粉吗 既含淀粉 又含维生素C 又含维生素B 又含钾等等 有很多好东西 用它来替代这些米饭啊 馒豆什么的 其实营养还是很棒的 很多人认为在涮锅的过程中 蔬菜肉类的营养都已经渗入到了汤中 所以火锅汤最有营养 尤其当锅底是军汤或者是老鸭汤这类比较清淡的锅底时 在最后一定要把汤喝光 可以有人说火锅汤有毒 究竟火锅汤能喝吗 假如说呢 我们是非常偶尔的吃一次火锅汤还好 假如你要经常吃 你又不能不在意它这个麻烦了 因为火锅呢 涮的时间长了以后呢 它一个是呢 会溶解进去很多的硝酸盐 那么在长时间煮的过程中 其实有一小部分硝酸盐呢 就会变成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的外观及滋味都与食盐相似 它是一种剧毒物质和致癌物质 成人摄入0.2到0.5克 即可引起中毒 3克即可致死 这个东西本身有一定的毒性 但是呢 如果用的量特别严格控制 它也不会起到明显的什么致癌的作用 长时间煮的火锅汤里 亚硝酸盐的含量非常低 少量食用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当然除了亚硝酸盐的威胁 还有一些人不适合喝酒煮的火锅汤 在煮的过程中肉里面的成分也会融出去啊 对吧 这里面包括比如说像一些飘零类的物质 融到汤里面去 而且它的浓度会越来越高 这样的话呢 通风的病人就不太合适了 还有高尿酸血症的病人 他们都是要控制飘零的摄入量的 在吃火锅的时候 很多人会忽略掉火锅蘸料 一小碗蘸料看起来显得很不起眼 其实选蘸料是很有讲究的 因为不同的蘸料 它的成分都不一样 正是由于这些蘸料的不同成分 从身体健康的方面来说 不同的人应该选择不同的蘸料 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假如您是一个想增肥的这种类型 那您可以选芝麻酱的蘸料比较好 为什么呢 因为芝麻酱虽然是脂肪含量会稍微高一点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但是如果说你找的是香油这边 那油里边除了有脂肪和维生剂 别的就没有了 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相对而言 就会低一点 那假如说您是那种怕长胖的人 而且银三缸了 可能就是选海鲜汁会好一点 但是你注意它这个咸度稍微往低一点调 那无论用哪种都要注意 就是稍微少摘一点 我们在吃火锅时 所有的菜都是从沸腾的火锅汤中捞出来的 因此这些菜的温度都非常高 有些人比较能够吃烫的食物 稍微晾凉就吃下去了 其实这种吃法对于肠胃来说非常危险 你看这个肉类一到那个烫水里边 它就会变色 对吧 这叫什么 这叫蛋白质变性 它就熟了 你吃很热的食物 也会把自己的口腔粘膜和食道粘膜烫伤的 太烫的东西吃下去会对肠胃带来危险 吃火或是太凉的东西吃下去 同样让肠胃非常难受 因为我们吃了那么多油腻的食物 高蛋白的食物 在胃里边应该说是很沉重的 对吧 那么它的消化负担非常重 这个时候需要增加血液供应 加足马力 促进胃的运动 是吧 咱们老说什么胃动力什么的 现在你一下子吃很凉的东西以后 就会造成血管的收缩 血管收缩以后 它的动力就会减弱 消化液分泌会减少 这样不利于我们的消化 对于一些敏感的人群 可能还会引起一些痙磷之类的 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 酒文化是我国比较流行的文化 无酒不成席 浓烈的火锅配上白酒 这种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的感觉是很多人喜欢的 其实在食品专家看来 这种方式并不适合推荐 甚至应该反对 因为酒类它本身就是促进血管的扩张 然后也促进血脂的上升 而且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 那同时你吃进去那么多的肉 实际上也是促进血脂的上升 也增加肝脏的负担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雪上加霜的这么一件事情 特别是有高血压高血脂的 我们就建议更加不要这么吃 一个是减少肉的量 增加一些蔬菜的比例 另外就是尽量少喝点酒 火锅可以说是一种 加工环节最少的烹调方法 只要原料锅底质量有保障 火锅确实可以健康地吃 可是如果在吃火锅的过程当中的方法不对 即便是食材和烹调方法都很健康的情况下 我们依然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威胁 我们能在吃着美食的情况下 又能给自己的身体带来健康和乐而不为呢 榨完豆浆后 残留了豆渣该如何处理 小小的豆渣竟蕴含着丰富的营养 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方法 欢迎收看《科技之光》正在播出的豆渣的妙命 豆浆制作方法简单 营养丰富 深受人们的邪爱 可是打完豆浆之后 残留在豆浆机网罩内的豆渣该如何处理呢 程小姐最近迷上了豆浆 在她看来 豆浆不但好喝 还能预防多种疾病 补充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 对于女性来说 豆浆还具有光滑滋润面部皮肤的功能 这简直是一举多得的事 所以程小姐基本上天天都要喝豆浆 可是随着喝豆浆次数的增多 她发现了一件让她头疼的事 对于榨完豆浆之后残留下来的豆渣该如何处理呢 如果扔掉会不会太可惜了 但由于豆渣本身带有一股腥味 程小姐实在不知道该拿它如何是好 我看榨完豆浆的豆渣吧 还挺干净的 就觉得扔了怪可惜的 在做菜的时候往里加了一点 然后效果还挺好 通过尝试 程小姐发现海鲜的味道与豆渣的豆腥味特别的配 两者混合之后 简直就吃不出豆腥味来 只有海腥味了 这样的发现让她备受鼓舞 对于寻找豆渣的利用方法也是更加认真了 她发现豆渣在和海皮海米搭配的时候 效果特别的好 那么程小姐的这种搭配方法可行吗 因为这个豆渣呢它是有一点豆腥味的 这个豆腥味啊本身虽然吃起来觉得有点别扭 但如果把它跟海鲜配在一起 就是绝配 在我们制取豆浆的过程当中 大部分的油和蛋白质被进取到的水中 剩下的不容成分就成了豆渣 豆渣中还会留下相当多的蛋白质 少量脂肪 大豆中的纤维以不可容纤维为主 基本上都会被留下 也就是说豆渣是膳食纤维的英秀来源 此外还伴随着比较多的优质蛋白 还有大豆中相当多含量的矿物质 在仪族有个特色风味汤菜 叫做莲渣菜 也是一道地方名菜 它的做法很简单 首先在菇里加上一点豆浆和水 再加上一点熟油 然后放入切成细丝的大白菜 煮熟 加入豆渣同煮 再加少许的盐 味精和花椒粉调味就好了 口感很好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家里尝试做一下 陈小姐在得知豆渣里 大部分都是膳食纤维之后 萌生出了用豆渣减肥的想法 那么这种想法可行吗 它们的体积很大 而热量很低 就是其中能被人消化吸收的部分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因此这些渣子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它做到食物当中 就起到一个扩大食物体积 但是不扩大食物热量的这样一个效果 在减肥的期间也有利于帮助大家少吃一点而不会觉得饿 在以前还有不少家庭用炒熟的豆渣替代一部分肉来做馅饼和包子的馅料 或者做成豆渣肉丸 当时是因为条件不允许 而在脂肪肝高血脂高发的青天 在瘦肉馅中加入三分之一豆渣来替代肥肉 也是个很不错的主意 因为用豆渣来替代肉馅能够降低胆固醇和脂肪的摄入量 增加膳食纤维 还能够增强保水性 不妨碍丸子的美味口感 把豆渣洗一洗 拿来炒菜 比如说我们在做炒豆渣的时候 一般先要把它洗一下 否则到了锅里它的颜色会变得很难看 那么洗豆渣的这些水呢 实际上都是可以拿来浇花的 事实上除了把豆渣做成菜肴之外 它还有很多的妙用 程小姐除了喜欢钻研美食之外 还是个爱美女性 平时她就喜欢研究各类纯鲜然的美容方法 她开始考虑 除了吃之外 豆渣还有其他的用途吗 于是她想到了用豆渣去搅滞 把豆渣当做磨砂膏来用 直接涂抹在脸上身上轻轻地打圈 然后用清水清洗干净 洗完后皮肤特别的白细细腻 光泽也很好 而且洗的时候 一点也没有摩擦得很厉害的感觉 感觉皮肤特别的舒服 比起磨砂膏等含有化学成分的护肤品 豆渣不仅纯鲜然 更含有粗纤维 颗粒比较的柔软 对皮肤有益处 除了去角质之外 她还常用豆渣做面膜 用豆渣拌入少许的面粉 然后取出一些拌好的豆渣 在脸上轻轻地揉搓 再将剩下的豆渣拂在脸上 15到20分钟后 用清水洗净 按照她的说法 榨豆浆后剩余的豆渣中 含有丰富的一样成分 以纤维素和蛋白质为主 可以吸附掉皮肤表层 平时不容易清洗的垃圾 损有美白养颜的功效 豆渣又能吃又能用 经济实惠 而且我觉得效果还挺好 在用了几天之后 她就迫不及待地跟朋友 分享自己使用豆渣护肤的心得 但是朋友却表示 用豆渣洗澡之后 身上起了好多红包 估计是过敏了 使用豆渣去搅滞并不是适用于每一个人 豆渣含有的蛋白质成分会引起过敏反应 但是只要喝豆浆不过敏 就会用豆渣去搅滞 但目前还没有研究证明 豆渣的护肤美容功效 如程小姐所言 可以美白嫩肤 对于花花草草 豆渣也是很好的营养品 将豆渣放进花土里 可以给花草施肥 如果有条件的话 还可以给自家的青菜施肥 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变成肥料 并不是只有豆渣这一种的 如果你家里有点豆渣 你给自己家的花盆 使点肥还是可以的 但我们也不建议你直接就倒到花盆里面去 可能会找很多虫子 而且味道会非常非常的难闻 所以还是得想办法先把它发酵完了以后 把豆渣用水吸食后 放在塑料桶里呕几天 就可以给花花草草刮过蔬菜施肥了 还可以把豆渣直接的埋在土里 盖得严严实实 防止苍蝇在里面产碗 虽说豆渣有诸多的妙用 但是专家提醒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适合食用豆渣 比如说对于那些消化不良 胃动力很差 容易胀气的 容易拉肚子的 这样的人我们就不建议他去吃豆渣 因为吃豆渣会让他的症状变得更加严重 当倔强的聂伟平终于决定到医院去的时候 他已经是虚弱的走不动路了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著名截止肠百科专家周志祥教授 见到聂伟平感到非常的痛心 在中国每年约有四十万人患上大肠癌 其中有一半患者就诊时病情已经到了晚期 但是即便在众多的晚期肠癌患者中 聂伟平的病情仍然属于晚上家晚 出现在周志祥教授面前的聂伟平和他以前在电视上看到的聂伟平 判若两人 他异常的消受虚弱 周志祥教授详细问了他的情况 发现他出现直肠癌的症状已经有两年了 而他却从来没有在意 更没有去医院检查过 即便到了走几步路都要大喘气的程度 他都不愿意关注一下 自己其实已经受到了很严重威胁的健康问题 而类似这样的病人 周志祥教授没少见 摆在周志祥教授面前的难题 不仅仅是聂伟平就诊太晚 更是病情十分罕见和复杂 影像学检查显示 他的肿瘤长在直肠的上端 大约有十厘米长 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肿瘤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更为严重的是 肿瘤已经穿破长臂 大范围的波散种植到了盆腔中 并同时侵犯到了膀胱 淋巴结转移也比较多 到底手术能不能把肿瘤切除干净 如果手术过程中损伤神经会不会带来副作用 膀胱上的侵犯肿瘤如果程度过深还要摘除它的膀胱 这就意味着要进行直肠和尿道双噪漏 以后的日子里大小便都要通过人造通道进行 聂未平能接受得了吗 而如果不手术就只能姑息治疗 在虚弱痛苦中延长寿命了 而这痛苦的延长延长又能有多久了 聂未平和家人时时在纠结和犹豫 聂未平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让周志祥教授感受到了沟通的困难 他永远在自己下围棋 也不怎么理人 聂未平认真地权衡着周志祥教授的话 周志祥教授心里却只有一个想法 如果不做手术 根治的希望几乎没有 虽然手术的难度很大 但难度大不等于不能做 哪怕有一分希望也要尽一百分的努力 就是这份执着 最终打动了聂未平 选择将自己重生的希望交给周志祥 宿命平生的周志祥和聂未平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 对周志祥来说 聂未平是黑白世界的奇圣 对聂未平来说 周志祥是著名的直肠癌外科专家 他们早已习惯了各自领域里没有硝烟却残酷的战争 终于聂未平决定与周志祥教授合作 共同进行一场异常艰难的战役 但我知道周志祥对我很上心 因为在手术之前我还记得八楼的时候 我还不认识周志祥 不知道有什么一个人呢 周志祥亲自到八楼来找我 跟我们谈 我起码早点做的时候 早点根治 就能早点解脱 我也只能把这个治好病 起码都寄托在周志祥身上 虽然不认识 我还是对他寄托了很大希望 他抽烟比较厉 我们一说抽烟的危害性 他马上就解掉了 马上就一个人也不错了 马上一切是就是治疗上的问题吧 怎么需要怎么处理 需要他配合 基本上他都能处理他配合 聂未平决定放手一搏 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眼前 这位儒雅的外科专家 一个真正为病人着想的医生 自然会得到病人的理解 对于聂未平来说 他的直肠部肿瘤 已经广泛转移 必须在切除原发癌肿的同时 彻底清扫相关的淋巴结 和盆腔内的转移造 而这些神经 却和需要清扫的部位紧密相连 彻底清扫和保留神经 就像是难以取舍的悖论 考验着一位外科医生的手术水平 当周志祥教授了解到 保留膀胱是聂未平可以接受的底线 他决定了手术方案 如果又大便改造小便改造 对生活者来太差 说实话我们从我们医生来讲 对这种做这个手术 我们觉得比较残忍 一般我们也不怎么做 就有个别人做了以后 这个成分率是中高的 但是成分率也太差 当然我们希望是 脑椎生能缺干净 而且又不改造 这是最理想的 聂未平在紧张不安中 等待着手术 周志祥教授却告诉聂未平 手术必须延后 10厘米的巨大肿瘤 已经侵犯到了膀胱 而且穿破肠壁 大范围的波散 种植在了盆腔中 科技之光正在播出 齐盛抗癌剂 周志祥教授认为 目前聂未平的情况 还没有手术的机会 若盲目地进行手术 效果会适得其反 必须先借助放疗 局部控制肿瘤的生长和繁殖 缩小肿瘤体积 才可能为下一步的手术 打下基础 为此周志祥和医院内科 放疗课的专家 一起为聂未平设计了 先进行放疗 再手术 然后再进行化疗的 整体治疗方案 周志祥一边密切关注 聂未平放疗的进展和疗效 一边开始设计手术方案 当时这个大伙讨论一下 认为他这个孩子应该先是 把这个病件能够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等于是 这个病件稍微小一点 这样的话 就是根治的机会就比较多 如果直接手术的话 就根治机会就比较少 有可能切不干净 切不干净的话 闹不好 就是反应更加不适 2013年11月 聂未平顺利完成了术前放疗 周志祥认为 手术时机已经非常成熟 2013年11月5日 聂未平的手术开始了 这是一个难度巨大的手术 而一切才刚刚开始 为了减少大范围开腹 对聂未平身体的损伤 周志祥采用了腹腔镜微疮手术 当他把腔镜探入 聂未平的盆腔内 准备切除原发肿瘤时 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放疗使聂未平体内的肿瘤 部分失去活性 也使得放疗区域内的正常组织 出现斑痕和纤维化 正常的组织间隙完全消失 为了切除肿瘤 同时保留盆腔神经 周志祥只能凭借自己熟悉的 解剖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集中全部注意力 特别谨慎地操作着手术刀 慢慢前行 一点点地摸索着寻找间隙 手术时间超出了预期的两个小时 周志祥教授完整而彻底地剥离了聂未平直肠内的原发肿瘤 和周围的淋巴结后 他开始向下摸索 在探索中 周志祥确认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 聂未平的肛门可以保住了 但手术并没有结束 聂未平膀胱上的肿瘤 紧挨着膀胱三角 所谓膀胱三角 是指两侧输尿管口和尿道内口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区域 如果在切除肿瘤的过程中伤及这个区域 聂未平就必须进行尿路改道 而这是聂未平和他的家人所不能接受的 那么这台手术也意味着即刻宣布失败 手术进行了漫长的六个小时 非常成功 周志祥教授不但彻底清除了聂未平体内的肿瘤 同时也成功保留了他的肛门 尿道和盆腔内神经 2014年2月14日 手术三个月后 聂未平的体重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 我也非常感谢周大夫 周大夫给我的手术做得这么成功 我也出乎意料之外 反正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准备长期抗战的 后来情况都非常好 都是出乎意料 我也对周大夫也非常感情 当聂未平完成手术的一年后 28岁的李鹏 因为职肠癌成为了周志祥教授的病人 这个不幸的年轻人又是幸运的 他的抗癌剂和聂未平一样 有着一个成功的开局 在接受了成功的手术治疗之后 他的化疗也在顺利的进行着 我们病友之间进行交流 打发上网 看周主任他们上网 对周主任的评价都特别的高 病友里边基本都是周主任做的手术 而且康复的非常好 因为住院期间 大部分都是50岁左右 50多60岁这个样子的病友 我是年龄最小的 然后他们和周主任年龄都差不多 然后周主任每天都是清晨 早早的就来查房 查房看这些患者 尤其就是我隔壁床 就是一个书 他是东北的 他的病情就有点反复 周主任每天七点半亲自过来查房 过来了解这个病人的病情 周主任挺负责的 我们病人也是感觉到对他也是相当的信任 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外科病房里 还有许多周志祥教授的病人 他们也都在写着自己的抗癌故事 周志祥教授精湛的医学技术 丰富的临床经验 让越来越多身处直上癌病痛的患者 获得了重生 周志祥教授术后的交流总是那么清淡 但是获得重生的患者 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 以及感谢之情 纷纷前来道谢 周主任您好 존 verme说 disturb 这样挺好的 挺好的 这样我今年已经到现在 两年零八个月了 8个月 没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什么不舒服 肠胃抚肠 肠胃抚肠 没有什么特别 感觉的不好呢 没有什么 吃饭了 或者是 等于也是好 پ split 其他活动 没有 都非常好 朋友们在一起 就是说 这个 我像下� Quickly 做过手术了 各项指标什么都挺正常的 生活质量也非常高 像我们好 有些人们等于自己该证实上 该证实上 周志祥教授认为 生命就像一颗压在石头下的种子 在每一个抗癌故事中 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是那搬起石头 让生命继续生长的人